真正的信仰来自于内在智慧 大部分华人都有宗教信仰 却不相信自己天赋的潜能 遇到事情就求神温挂 很少人能静下心来倾听内在的声音 我是何光 美国官方西瓦超感应的授权教练 接下来我将说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某七人政客中有个常请假的学员 他计划前往尼泊尔旅行 经过了解后原来他是虔诚的佛教徒 在出发前他对于高山旅行心理非常坎坷 于是在课堂中我请他练习运用三场 仅来设定旅途顺利 并在心灵影片的练习中 请他与高层智慧做连结 让灵性导师来引导他的旅程 之后他完成了艰难的旅程 征服5200公尺的高山身体 也未敢不适 之后他非常感谢课程中的指导 表示如果早点接触西瓦的学习系统 人生就会避免很多烦恼 灵性的学习从来不嫌晚 只是觉醒时候未到 面对人群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对于高敏感特质 心智敏锐 这面对人群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旅居欧洲的华人学员在回训之后 分享了他一年来的学习心得 这一年他勤奋练习核心冥想及 ESP的科学系统锻炼 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原来身为母亲的他自由有通灵特质 这也是上课后才对过网友所理解 难以面对人群的压力以及不善于表达 一直是这类特殊族群面临的难关 他们关闭自己的心智感官 特意避免不愉快的干扰 这是一种保护机制 而这种机制恰好阻挡了读取别人心思的能力 也阻断了正常的交流模式 课程后他明白许多原理 吸收正确的心灵知识 也学习许多心智技巧 这些技巧帮助他驾驭这股潜能 同时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方式 自身的改变同时扭转了儿子相同的情况 终于知道别人想是我 如何面对陌生人 并面对人际交流的压力 跨出这步很不容易 健康不是医治病状 而是修正问题 许多人一生病就开始到初看医生 然而始终没有找出生病的原因 因此健康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反复发生 从小到大看过各类中西医 大部分的治疗只是针对症状下药 而忽略了健康的问题核心 在华语西瓦官方课程中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中西医学院 有人为了增加与病人的沟通能力 有的为了寻找更好的医治灵感 更有人天生具被灵敏的心知感官 有位居住在美国的中医师 在课程中他表示 自己能够提早感应病人的健康情况 所侦测的讯息往往与诊断的结果一致 这个敏感体制为他开启了灵性的学习 透过科学系统的实际锻炼后 也逐渐开始了解并掌控自己的潜能 同时也发现 在理性左脑的教育背景下 缺乏对于心灵右脑的创造力的训练 经过课程培训后 大部分人开始走入内在心灵的探索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学习只是个起点 成功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学习 为了在工作上取得成就 我们从小就开始努力学习 为了赚更多钱获得更好生活 我们学习葛种赚钱技术与知识 为了培养兴趣才华 爸妈从小让孩子上课种才一般 为了灵性成长 开始找老师学习各种课程 但回顾过往这些学习能带来多少改变 一个专为结业学员设计的伊甸计划 这是一个三个月的ESP训练过程 学员必须在三个月中使用 ESP能力完成七个实验 三个月后绞交整理后的实验报告 实验结果令人震惊 事实证明越想要得到什么越得不到 越努力 学习往往成效越差 实验证明 采用幼脑心智感官来学习 能在最短时间学会绘画 语言 乐器等才艺 学习Alpha脑波思考 阅读及工作绩效倍增表现更好 使用直觉力做股市模拟交易 胜率远远超过头顾老手 年纪越轻所得到的成果越卓越 知道不如行动 您是否想做出改变 能够知道别人的想法 甚至读懂他人的心 学习用心灵的幼脑思考 用物质的左脑采取行动 过想要的生活 明年第一期 西瓦超感应官方任正式训课 早鸟架开始了 全球最受欢迎华语西瓦课程 何光教练亲自引岛屿培训 课程详情 即免费课请参考官网